上个视频中,我们分析了共有多少种方法,让五个人坐三把椅子。 例如,如果这是第一把,这是第二把,这是第三把。 我们说第一把椅子可以任由五个人中的任意一个人坐,坐下一个人,还剩下四个人没有座位。 第二把椅子可由四个人中的任意一个坐,剩下三个人没有座位。 那么可以让任意一个,坐最后一个,所有的排列,不同的人坐在不同的椅子上,如果我们考虑到顺序,如果考虑到不同的人坐在哪个椅子上,总数是五乘以四乘以三,另一种思考方法是五乘以四乘以三,这就相当于五乘以四乘以三乘以二乘以一,除以什么呢? 三乘以二乘以二乘以一乘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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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乘以二乘 总之,这代表我们一般的解题思路 在五样东西中选择三样放到三个位置中 总共有多少种排列呢? 一般的公式是我们在上个视频中已经学过了 换一种颜色 我们要从n样东西中选出k样放到k个位置中 并且k必须小于等于n 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个条件 对于现在的目的来说 我们假设k小于等于n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等式就不成立 排列总数等于n的阶层除以n-k的阶层 我总是发现记住这个公式比根据实际情况更难 题目说大家都知道可以把五个东西放在这里 一旦这里放了一个还剩下四个东西可以放 最后剩下三个东西可以放 我思考的方式 在n的阶层中计算前k个元的基 或者在这种情况下 在五的阶层中计算前三个的成绩 这是我思考排列的方式 如果我们考虑 比方说这是人ABCDE 所以这是五个人 他们要坐在椅子上 我们考虑排列ABC 与排列ACB不相同 不同于排列 BAC 不同于排列BCA 记住当我们这么做时 实际上我们考虑了 他们坐在哪个位置上 上个视频中我们多算了 因为A坐第一个位置 并且B坐第二个位置是有关系的 如果交换了位置还要算在内 对吗 那么如果我们不考虑这种情况 假设我们不考虑人坐哪个位置 我们只要知道 五个人坐下的方式有多少种 所以我们要将ABC 坐下的所有情况 都当成一种情况 不关心哪个人坐在哪个位置上 我们只要关心 是哪三个人坐下了 这是一种情况 这是五个人坐三把椅子 所以问题不是有多少种排列 或者说有多少种方法 能让五个人坐下 问题变成 从五个人中选出三个人 有多少种选法 我知道我有点过了 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组合 组合就是不用考虑顺序的排列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我们用这个公式 计算排列时 我们考虑到 ABC ACB BAC BCA 大家来看一看 这应该还有两种排列 CAB和CBA 我们将这六种作为不同的排列 但在组合中 我们将这本质上是同一个组合 因为我们不考虑到顺序 所以对于坐在这些位置上的任意三个人 实际上有六种排列 在做排列时 我们要全部考虑到如果我们在做 要除以将三个人安排在三个位置上的排列总数 这是我们刚才做的 安排三个人坐在三个位置上 这是另外一个排列的问题 第一个位置上可以做三个人中的任意一个 第二个位置可以做两个人中的一个 还剩下一个人 所以排列总数等于三的阶层也是六 这等于三的阶层 也就是六 希望大家都明白了 我要说的是 当大家做排列时 要考虑人们被安排的所有的不同顺序 我现在要说的是 有多少种方式安排每个人的座位呢 答案是座位数的阶层 因为如果把三个人放到三个位置 或者比方说把四个人放到四个位置 第四个位置可以放四个人中的一个 第二个可以放三个人中的一个 第三个可以放两个人中的一个 最后一个位置只能放一个人 所以位置数量的阶层 就是我们要计算的排列 当人数和位置相同时 就像是墙椅子的游戏 每个人占一个位置 为了算出组合数 如果我们要知道有多少人 比方说如果有五个人 有多少种方法选三个人坐下呢 我们不需要双重考虑 不需要多次考虑同一组人 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表示 当某个东西重新考虑的时候 这相当于将排列 除以我们额外考虑的次数 我们可以除以三个人坐到三个位置上 所有的排列是三的阶层 希望大家都明白了 我们或许应该在另外的视频中 多做一些题 如果大家感到困惑了 一定要告诉我 总之如果我们说 共有多少种方法 从N个东西中选择呢 或者从N个东西中选择R个 有多少种组合呢 在这里R小于等于N 等于从N个东西中选入R个 放入R个位置的排列总数 除以R的阶层 我们要除以R个位置 自身可被排列的数目 如果回到上面的公式 这是K 现在称为R 相当于排列数是 N的阶层 除以N-R的阶层 现在我们要将它们 都除以R的阶层 等于 写下来 这长写成从N中选择R 另一种方式是N选R 这个被称为二相式系数 我们同样要在这个部分 做一系列的题 实际上 当大家把多相式 按全展开时 这会出现 这等于N的阶层 除以R的阶层 除以N-R的阶层 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式子 大家都知道 这个非常好用 但思考这个公式 是怎么来的 是非常重要的 N的阶层 除以N-R的阶层 这个是个排列 这是什么 这是前R个 我想大家可以称之为 前R的阶层 N的阶层中最大的R的阶层 当大家在做组合的题目时 要除以R 因此我们要除以 人们坐到R个位置上的 所有不同排列 或者 可以这样说 从五个人或者五封信中 选三个 共有多少种方法 结果是 五的阶层 除以三的阶层 乘以五减三的阶层 也就是五 乘以三 乘以二 乘以一 除以 三的阶层是六 暂且放到一边 这是二的阶层 二乘以一 注意这里是一个排列 这部分和最小的两个阶子 抵消了 得到五乘以三 哦 抱歉 这是四 五乘以四乘以三 这是排列的总数 然后除以六 因为每种组合都有六个排列 或许这让大家感到困惑了 我们得到了五乘以四 乘以三 除以六 这是多少 五乘以十二 除以六 也就是五乘以二 从五样东西中选择三个 共有十种选法 下次视频再见 请不及时 再订阅 请不及时 sedan 四 三 三